大家好,我們是Carrier大群姐 我們在今年的3月19日 7時45分 我們就會有專輯發佈會 《活樂未樂樂》 我們有什麼嘉賓呢? 我們的嘉賓是有Color和樓梨 地點是九龍灣展茂 Music Zone CD發佈是我手上的這個 到時還有很多豐富的周邊 大家記得要選購 大家多多支持 這個年代很多人都會覺得 做CD會不會好像是已經沒有人買 又或者是這些東西已經很outday 我們就想起抹落這個字 很多人都說唱片行業抹落 音樂抹落 什麼都抹落 但是我會覺得就算它抹落也好 有些東西在你生命中 其實它是給你很多快樂 它在你生命中是很有意義的時刻 所以我們都會覺得 其實這支CD對於我們來說 賺不賺到錢也好 對於我們都是一個里程碑 現在第一支碟出來了 其實這個階段 都在講關於我們一些來來後合 因為我們這個Live Up之前 都有不同的人 也都嘗試過和我們合作 但是到現在我覺得已經成型了 之後那個創作的方向應該是說 我們這一體遇到一些什麼東西 對呀 筆倒翁是最新的歌曲 是最近我們現在這個狀態 這個想法 因為整支碟都 到時期都經歷了應該五年的時間 你說其他歌曲 其實可以聽得出我們 在不同的階段一些想法 這樣也會有 除了恭喜我也想不到什麼字 就是開心 因為其實餓了很久的表演 我想我們對上一次的實體表演 可能是上年再上年的三月或四月 是的 所以我覺得這次是很興奮的 因為我想炸爆個台 我們這麼說延遲是很簡單的一件事 就是我們要延遲表演 但是你想想 我們的表演裡面 有不同的表演嘉賓 有三個單位的分別 有一個獨唱 有另外兩隊組合 但是他們每一次我們延期 他們都會接受我們去延期 然後再確認一個日子給我們 其實這是很困難的事 我覺得你疫情的時候 我們如果停 那可能我停就停一輩子了 我覺得在這個時間 就是裝備自己 去做多一些 更加多我們喜歡做的事 十周年其實只是一個數字 十年是一個數字 但是這個十年數字 我覺得一答到十年 就要看回之前的十年 究竟我們在這十年進步了多少 而我們考試未來 我們應該要向哪個方向走 我們希望的能夠就是 越做越完善 去越來越大的舞台 就是我們希望的事